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这样形成了最早的诗歌,到了战国时期,诗人一词才出现,而古代的诗人命运都是比较坎坷的,因为其内心世界复杂,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与常人不一样。 今天小编就说一个人,被鲁迅誉为中国的祭祀,被诗人誉为清华四子之一,朱湘。 1904年,朱湘出生在湖南,本应是个幸福的家庭,但在其三岁时,其母亲病逝,父亲在十岁时也走了,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 后来因为没有父母的教育,他的性格变得孤僻,自尊心强,他喜欢上了写诗,因为诗词才能让其表达心扉,只有文字才是他真正的朋友。 1920年,他轻易考进了清华学堂,在其接受了新思想后,在当时的小说月刊中经常发稿,学校里的学生将饶梦看。 孙大宇,杨宇恩和他并称为清华四子,但他因为生性孤僻,为了去研究文学,经常旷课,还对清华的管理制度提出质疑。 在1923年,朱销已经累计旷课达27次,被校方通知开除,而当师生议论纷纷时,他却好像没事人一样,倔强地离开清华。 后来他的性格引影响到了事业和家庭,在别人看来无足轻重的事情,他却认为是生死不容的大事,最后跳河自杀。 网友说,虽有才华和名声,但他的脾气太孤高,与社会不协调,无法融入其中啊。